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下午也给我带来的游戏 识况解说 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游戏叫East Shade 东方之音 这款游戏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主角啊 他是个画家 和着一帮朋友坐在船上去旅行 然后船呢出礁石 发生了船难 一群人全掉海里了 然后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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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就飘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屿上 这个岛屿叫东方之音 在这种鸟语花香 阳光明媚 各种大自然的绿茵茵这种地方 一个画家看到 岂不是要高槽 是吧 各种地方都是美如画呀 那么玩家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探索 冒险 发现 旅行 把这些路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 甚至还有很多景点啊 要爬悬崖 要各种探险才能画到的一些东西 甚至还有什么月时 日时可以画 反正画到这些东西呢 你既可以自己收藏 也可以交易出去换点钱 对吧 换来的钱呢 也可以买其他的 比如说当地的特色食品啊 一些茶饮啊 饮品啊 这些吃了喝了之后呢 会增加自己的灵感 灵感高了 又可以画更好的画 然后呢 当地也有很多人啊 你可以和他们交流 完成他们各种各样的任务 看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度假游戏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 放下手中的武器 卸下身上的盔甲 不要打打杀杀 和NPC做朋友 把他们的英容笑貌 这个词用的不对啊 这个就是把他们美貌的容颜都画下来 记录他们的美好 那么这个游戏呢 我之前在直播时玩过 所以待会呢 前半段是直播时的内容 后半段才是我现在待会要去录的东西啊 所以前后可能画质啊 音质啊 不一样啊 我尽量去调解吧 那咱们废话不说 这就开始我们的东方之音之旅 这感觉更像一个RPG游戏 对不对 什么说话选项啊 什么 你谁啊 已经要靠岸选择话题 灵都镇 因为刚刚从那个中国部队那里 打听到了这个灵都镇 对吧 所以可以在这个中国部队身上 选择这个话题 哎呦 船开始摇了 出现剧情了吗 上去 哇靠 我X 要了 亲命了 上去 为什么不打开 上去 跳海逃生啊 啊 不行了 嘖嘖嘖嘖嘖 我又没有给你讲过 你和你父亲的东方之音之旅 答应我 有一天你会去哪 答应我 你会去 我答应你 听着 有些地方你绝对不容错过 一定要画那棵参天大树 啊 一切恍如昨日 还有狄木崖 啊 美丽的天空之国 我现在都能想象出你在那里的样子 还有纳瓦城 啊 城中有一座宏伟的建筑 这是我见过 做的大片机制感的画画游戏 哎呀发生了船的 这是接下来的是吧 你好啊 你在这开始生活了 还有家具的 你这家具哪拿的 哦这不是船上的 其他人都逃出来了吗 哎呀就剩我一个了 其他人在小镇里面 我们在哪啊 已经到东方之音了 既然是在一个小镇里 为什么你会住在山洞里呢 你是个影视吗 有没有我带东西扶上来 我的画板呢 哎画架 我的画架 啊 这是啥玩意儿 画板 我还要收集这个资源来做画板啊 好吧 现在我们就去小镇里告诉我的同伴们 我还活着 我又回来 哎呦这船还没完全沉下去吗 醒得很快吗 这里还有一艘船 这里是沉船之岛嘛 什么鬼 倒了雪没了 这风景真好 哦 好喜欢这里 都是人才又会说话 这可以拿吗 哦 这可以拿 卢丝 白搏 麻 为了画画的生存游戏 哎呦 这个小镇漂亮啊 真的漂亮 如童话一般 头牛啊 这是一头鹿养了一头牛吗 我升到了三级 这是我的灵感 探索新的地点 尝试新鲜的事物 获得灵感 哎这是什么 羽毛 是不是啊 羽毛可以做笔啊 对吧 你谁啊 这不是纳瓦城 是得到一个新的话题 纳瓦城 你先别带我过去啊 我要去灵都镇啊 不是纳瓦城啊 这人感觉 阿里亚 我被冲上了一座海滩洞穴里 这曾经是我母亲最爱的地方 灵都温茶啊 这里就是灵都镇 我喝这个茶是不是可以得灵感 船长状态很糟糕 你现在住在哪啊 嘿 这摆明的不让我睡你家吗 这是啊 想睡你也不行 我很好奇 我是个什么动物啊 他一只鹿在学一只鸡嘛 这是 哎 小朋友啊 小朋友 你想多了你 你其实并没有飞 你爹是骗你的 并不包括飞行 哦 我为什么要那么坏 我错了 我再回答一遍好不好 他不跟我说话了 哎呀 他还在飞 你看 好吧加油吧 哪一天你飞起来 这真的是见到鬼了 哎 这个人会画画 但是他画的画怎么这么惨 对 我是画家 好呀 好呀 我看看 这是 这是海 海洋 对吧 海里 海里 有个金鱼 这金鱼的尾巴 这是一只海鸥 然后他 下海 雕了 雕了一条鱼 天上 挂了只柠檬 还有只西瓜 是这个意思吧 你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你画了一天啊 你得有一个漂亮的画板 我们一起做吧 资源你出 画板我拿 我们得收集木板和画布 哎呦 你知道就好 太好了 这是木板 啊 你偷人家框啊你 这不大好啊 你怎么能偷人家框呢 他说他不知道哪 找到这个画布 要问问别人 有没有人有画布啊 这是啥 哎 这是布吗 直接可以拿的 哦 木头 画布 啊 发了发了发了 发了 打扰了 有画板了 他想看着我画画啊 我觉得这个景象不错 我就站在这里画算了 选择绘画使用的画板 剪裁整个区域 这样挺好的 哎呀 好看 画 真棒 刚刚那个 那个小孩子 画的画跟我 完全是不能比啊 你看到了吗 呀 人呢 嘿 你 人呢 我好像材料不够啊 我能出事吗 好吧 给你吧 给你吧 当然我可以自己摊掉这个材料 但是算了啊 刚刚看到这是熊还是猪啊 啊 你胖的像头猪啊 你咋知道的 怎么消息那么灵通啊 哎呦 有任务 山梅县的糕点 非常喜欢 这里不长山梅 所以他们花很多钱 买海外的订单 他恨葡萄县的 恨到把他们都毁了 所以我要帮你什么忙的 去给你踩山梅吗 装成送货员 好啊 跑跑腿吗 刚刚不是拿到茶了吗 林都温茶 加灵感了 这是哪啊 哦 这是个旅馆 有人吗 哇 好美啊 我好想在这画一幅哦 哎 老板啊 你在还有房间不啊 住在顶都 这是废话 人家是旅店老板 好吧 哎 他这里有新的茶水 喝了有灵感 先浏览一下商品 你有啥卖的 他卖两种东西 我现在一块钱都没有 林都温茶 刚有人送我喝过了 草香蜂蜜酒 这种蜜茶肯定能让你缓和的度过 沙沙沙沙 寒冷的夜晚 那你这儿可以住店吗 画布 你有不 我可以去问码头工人拿画布 但是我现在没钱 我要赚点钱 我可以卖画嘛 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卖自己的画作 然后越来越有名气这样子 这啥玩意儿 林都镇的建筑师 林都镇的建筑 堪称工程上的奇迹 美轮美 这码头工人的口音 也是码头工人的口音 画布 哇靠 他给了我六个画布 这么不值钱的吗 怪不得随地可以剪 我能这样画幅画吧 这里还有个房子 我进去看 这里房子都是圆形的 像一个小仓鼠住在里面一样 为什么你的头卡住了 What the fuck Nika Is that you 哈哈哈哈 是的 Well I can tell by 找旅馆老板来啊 我帮你就行了啊 为什么你的头上套这个水壶啊 这问题问得好见啊 It's stuck Obviously 我还要问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不过我说真的 Seriously 好啊好啊好啊 I'll wait here 为什么我不能帮你呢 这话的名字叫铁桶骑士 你在画里真美 老板 你兄弟头卡住了 医伤需要你 他头卡在水壶里了 又卡 为什么啊 为什么 他是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能卡在里面 喝尿啊 等你把玩 我把我这幅画送给你们 怎么样 你还在飞呢 艾敏家取些肥皂 楼梯下面 庭院对面取肥皂 你们家为什么没有肥皂 哎这家人家还有 还有个小小院子里面养着鸡 干干干干干干 这什么鸡啊 哎呀好肥啊 这是个什么动物啊 能借我些肥皂吗 衣裳的头卡在了水壶里 我们就刚认识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衣裳的事告诉警长 把他关精神病院嘛 你为什么不去告诉警长 还是不想当坏人嘛 我来当坏人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衣裳 我会考虑的 你给我钱 我不告诉他了 我不告诉他了 他给了我15块钱 我可以去买一个什么茶喝了 第一个肥皂 原来你长这样啊 你是怎么把头卡在里面的 我真的很好奇 艾米说 听到你家传来有喊叫声 拿了人家钱还卖人家 哦他是旅店老板的爸爸 等会儿 旅店老板是个猴子 他是个鹿 鹿和什么交配能生猴子呢 我没说你不配当爸爸呀 哼 这也不来了 我可以买个这个盒 草香蜂蜜酒 加一加灵感 哎呀没到二 还能画一幅画 哎呦 这里有一位身材非常好的 你要你要谢罪的 你知道吧 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任务身上啊 一个是帮那只熊啊 去做弄他的兄弟 还有一个呢 是去告诉警长 这里发生了家暴 这邻里之间啊 有时候他就爱多管闲事啊 也许别人不是家暴的 也许就是在练唱歌的 不过现在这两个任务呢 都是去一个叫纳瓦城的地方啊 我们出来乍到 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走啊 当然我可以坐那个牛车了 不过我想一想也是要付钱的吧 我先把这个邻都镇探一探 这里有个像小亭子一样的地方啊 之前一直没来 我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美人在这等我呀 那里远处有个风车看到没有 还有个像灯塔一样的地方 我是要自己去吗 哎呦 你谁啊 很好的视角 对啊 月时开始了 啊 哎 我是不是要画下来 我是不是该画下来 这个这个这个场景 我现在不能动 这这是 这简直是一个 百年难得一见的机遇啊 虽然我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这游戏里画怎么卖钱啊 但是这画下来 肯定是不得了的一个作品 你看月时就结束了 为什么我不能动呢 我都没能站在硬实的地面上观看啊 哎真的吗 哦 这个人是妮卡 对对对 这里面长得都差不多啊 我都 我都 分不清谁谁 我可以免费住他的旅店 太好了 谢谢你 我帮了妮卡 给他弄了个肥皂 他就这么感谢我啊 我是从这来的 对吧 这里是 应该是邻都镇的这个 主要的路口啊 这里一直走 会不会到纳瓦城啊 那么踏个轻呗 反正现在天色还早 哦呦 这里还有桥奥 之前我记得 那个叫艾敏的那个人啊 他给了我什么过桥费 那里有个小房子 我去拜访一下 那你告诉我哪 这里收费啊 多少钱 六十块钱啊 我游过去不行吗 太深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什么动物 凭什么 这有什么深的 那就算了呗 我要在临都镇 想办法赚到六十块钱 这里有条小路看到没有 哎 有人在这钓鱼啊 指点一下呗 钓扫啊 对对对对 你咋知道的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荧光石啊 荧光石就是这里货币啊 对我是画家 你要买我的画吗 我有个铁桶骑士 很好看的 哦 那个观景亭 没问题啊 我给你画 这个钓鱼的也有艺术细胞啊 也要画 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土路走啊 这路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收集吗 我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 哎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弄啊 怎么制作 怎么交易 可能可以后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画板 他要我从这里画一个观景画 就可以赚点钱 那我正好还有一个画板 摆出我的画架 有一幅空白的画 非常美丽的画 哇 这渔夫肯定很喜欢 我的这个画技啊 可以说是马良在世 神乎其神 你要出了少了 我跟你急 哎 这个泡泡拿一拿 哎 这里还坐着人看书啊 你倒挺惬意啊 我喜欢看书吗 那当然顺理说的喜欢 谁当然长得那么酷呢 哎 是吗 你别改日了 现在就日吧 他写错 你写错我画画啊 可能好书可以给我画画的灵感 我也有同感 对 收集羽毛 他要三根羽毛 我现在身上有多少羽毛啊 我看看 我有两个羽毛啊 之前剪的 这里还有其他的吗 我能直接抓个鸟 从他身上拔吗 哎 羽毛来了 哎 又来一个羽毛 很好 来这个 又来一个羽毛 我有三根羽毛 十块钱 三根羽毛十块钱 后来现在要一根羽毛 一块钱来是吧 再会 我看看我这个羽毛多少钱 我还有五个羽毛 我先自己存着 万一有用的对吧 之前艾明好像给了我十五块钱 我真的是非到后悔 我去买了一个什么蜂蜜茶 笑死大牙了 过桥费都凑不起了 而且艾明不是说 十五块钱已经够我过桥费了 凭什么我要六十块钱 看不起我这个外乡人了 哎 你的画好了 出师画作 我自己也不用 我出师画作 多少钱 25块钱 还挺贵的 你还要吗 还要画吗 没有了 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还44块钱 还差16块钱 难道就是捡羽毛卖了吗 我感觉捡羽毛卖是下下之策 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弄 对吧 咱们探索一下 我如果坐那个牛车 是不是不需要过桥费了呀 这还有一条土路 这个世界里隐藏了很多路 这个路到这儿 老陵都镇 以前的陵都镇 这儿变成这样都塌了 这都复杂工程还是属于地震什么的 这两个房子还保存的相对完好 有书 书家灵感 已经下了好几周的雨了 大雨倾泻而下 家里漏水的地方越来越多 看来是洪水 这是啥 这是画布 好多画布 可以的 这什么东西 蜡烛 这东西有什么用 水壶奈达 糖霜饼干和一瓶酱果酒 听了好想吃 这家人家也是挺会生活的 这个房子本来的地段也非常好 这景色很秀丽 可惜了 这里有个灯塔 没想到小小的灵都镇周围的建筑还是挺多的 有人吗 我来掏点钱 废塔楼 锁住了 我可以去和居民探导一下这里 这游戏就这样 你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会有个新的话题 这里的人就非常愿意和你探讨 说不定有人就有这里的钥匙 可以给我进去 对吧 天色比较晚了 今天我得在旅店里免费住宿 这个拉牛车的小姑娘 这里有个布 我看看 我先跟她说个话 看看拉牛车去纳瓦城要多少钱 万一比过销费便宜呢 带我去纳瓦城 为什么啊 呸吧 丰富多彩精力 那个桥就是你造的 过桥费就是你收的 小妈咪 你有过桥费不 我去问问旅馆老板 你还在费呢 一到晚上居民都进来 我想怎么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呢 林都镇现在进口什么商品啊 茶叶 古物和布料 费塔楼你知道不 你还上去过呢 老板你知道这个费塔楼吗 风火信号 什么意思 你去有战争 现在已经统一了 真的假的 几天前 那孩子怎么到塔楼上去 不是躲住了吗 有点诡异哦 我要看看这旅店的房间 是多么美妙啊 应该非常棒的 这个窗还是那种磨砂玻璃 哎呀 这里还有画布可以拿 还有蜡烛可以拿 这里还有本书诶 沙雕民间故事第一版 很久以前 地球以外的空气 变得异常寒冷 哦 这就是地球啊 睡一觉 睡到白天 晚上可能也挺美啊 但是我现在不要 我睡到早上 早上六点 睡他十二个小时 日落之后 不做好保暖工作 就无法探索了 保暖工作怎么做呀 这还可以买衣服呢 我好想去大城市啊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商店 可以给我购物 我现在不急着画画啊 因为好像这里面的画 是好像卖给特定的人 才能挣钱 不是说你有一个商店 可以卖画 这种设定呢 也挺有意思的啊 你不是说像个商品一样 你哒哒哒哒哒哒 就卖出去了 不同的人 对画有不同的需求 这幅画在这个人这里 一文不值 在另外一个人眼里 就是无价之宝 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嘛 哎呦 你说 我靠这包人吓我一跳 干啥呢 面包 苹果 没了 吃的真朴素 有人说 费塔罗几天前冒出光 有可能是小孩的恶作剧 那那个 我给他画板 那个小朋友是不是会知道 他怎么上费塔罗 那小朋友呢 你知道不 你飞吧你 那个老爹你知道不 老是叫我滚出去 你太不稳重了 不太适合做父亲 警长来了 警长他打我 他殴打了我 和警察说话 我如果选第二个 那就是互殴 那不行了 那他殴打了我 我哪挑衅他呢 不说 算了 咱们还是和警长 说老实话吧 因为我觉得 这游戏里的人 都是非常淳朴的 而说谎话 可能会被 针对 对吧 他可能不是个 合格的爸爸 但我这警长不是 那个艾敏叫我去 纳瓦城举报的警长 他天里天都跑到这来了 你能不能给我过桥费 你不逮捕他吗 他刚刚殴打我 我靠医药费 总要赔他吗 必须逮捕他 这就是一个巴掌 拍不响的意思吗 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 对吧 我是个蛋 我跟着他 看看他会到哪 这警长还穿 这是蓝颜色的警服 好萌啊 你不走桥的吗 之前可没见过你一直待在这 他应该是从纳瓦城千里天都跑到了这里来处理这个案件 两个地方就他一个警察 我要挣医药费 赶紧再去看看衣裳 你干啥呢 不能再调刑他了 好吧 我去看看艾敏 艾敏之前叫我举报给警长 对吧 那我现在举报过了吗 那我现在举报过了吗 我得去 对吧 跟他说一下 这谁啊 这是不是那个花花的小男孩啊 你在干啥呢 你和他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那个费塔罗不 哦果然果然果然 哎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他给我们透露出的就是要晚上去 那咱们晚上 等到晚上啊 再看看能他继续 哈哈哈哈 你有猫病是吧 卡在这了 我服了啊 呃 我可能也是惹到他了 你们俩矛盾怎么那么深呢 我找了半天啊 羽毛好像很难找到了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我没去过 啊 咱们就不找 咱们到晚上直接去这个灯塔 虽然之前有提示说 晚上冷啊 不能出去什么的啊 但我还是想试试 咱们睡到晚上七点 不知道有没有恐怖的东西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种游戏应该不会有吧 我这是什么啊 我太冷了吗 那我咋整啊 我喝口水 喝口水不冷了 等会儿 是不是有一种茶叫零度温茶 哎呀 我昏过去了 昏过去被人抬进来了 我去旅店老板那里买一些温茶 我感觉应该是温茶 我买买他两个 然后一会儿冷了喝一口看看行不行 又开始冷了又开始冷了 温茶 还冷不 还冷啊 哎 凭什么 人家都叫温茶了 再喝一个 没有 我又昏过去 你喝的是冰红茶吧 算了 咱们还是到早上找羽毛去吧 这个人看书看的比较多 会不会知道零度镇建筑师那个阿萨德在哪啊 失踪了 诚实的泰国商人就是啊 你今天长得真丑 所以说大家觉得他傲慢 他是本来就在住在旧零度城的 然后他房子没了 我想我看到你的房子了 因为他房子里都是书啊 我现在只有七个羽毛 还差11个 哎呀 如果不是我买了那个什么零度温茶和那个蜂蜜酒 那就只差三个了 垃圾旅店老板 你们看 那是啥玩意儿 怪不得我找不到羽毛了 原来这些有羽毛的生物都不走了 这啥情况啊 你们掉点羽毛给我行不行啊 我要把这万恶资源这些鸟全部画下来 这是一幅小画 看到没有 海鸥和沉船 这幅画是价值连城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般画家是捕捉不到鸟正好飞过的画面 正好能画下来 我捕捉到了 哎 这里还有些按钮是什么 这景点的意思吗 还有好多东西没出来啊 就是要要先到纳瓦城先过桥嘛 我这幅白鸟嘲讽画的怎么样 真烂 有一位老妇人登上了海边的一座高塔上 这不是那个闹鬼的塔楼吗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 因为后面没了 再封几个章节的呀 还有个巫毒娃娃 哎刚刚我和她说了说话 然后她给了我个任务 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 你是对自己的容颜多有自信啊 那行呗 之前那幅画鸡的那个不要了 可以重画 肖像画嘛 要长的呀 就这样 画的不错吧 神四吧 多少钱 她激动的叫了起来啊 你会开始收藏这类画作的是吧 25块钱 yes 你是有多自恋啊 哦 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今天我们将踏上去外面的旅程 这塔楼呢 她晚上来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咱们就先放一放 60块钱过桥费啊 我可以走了吗 哎呦妈呀 我现在还有多少钱 还有14块钱 甚至要死了 那晚上不知道往哪走啊 怎么可以问问这里的人 她这个窗都闪光的啊 门外还放这本书呢 写着啥啊 哦 就是这个我一直在剪 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 这个叫东方之一 植物学家导引 花朵完全封闭 充满了空气粘液和种子 它的枝叶可以作为饮品使用啊 通常为薄麻茶 花朵可以变成浮游装备啊 浮游装备是什么啊 我剪了多少这个了 我剪了23个这个 剪了34个炉丝了 就一直在剪羽毛过程中剪的 这里还有设备啊 我来拜访一下这家 有人吗 奥努尔的家 奥努尔 还睡觉呢 拿他的布 拿他的木头 拿他的蜡烛 奥努尔 醒一醒 早上6点啊 很多人都没起来 那我看看这里呗 你谁啊 这个是薄麻呀 他薄麻变成浮游装备了 这人家薄然 你在干嘛呢 你还好啊 你做的是啥 薄麻木法 薄麻的家还叫木法吗 那是木嘛 是你做的吗 你可以给我做一个吗 你能教教我怎么做吗 做你的朋友啊 我们应该先互相了解一下 你说橙色还是黄色 我觉得应该是橙色 因为他的帽子是橙色的 橙色 鼻涕虫和蛋糕啊 这什么鬼问题啊 我先问他 你吃鼻涕虫吗 这问题就过了 青蛙 孤零零搁浅在睡 我去亲他一下吧 难道 这对青蛙来说 不是很正常的事吧 考虑一下青蛙的感受 人家好好的坐在连夜上 为什么要考虑他的感受啊 一见如窟了 我满脸的问号 什么鬼 可以一起坐了吗 麻绳 奥努尔有很多麻绳 哦 谢谢了博然 要辣 你也偷辣呀 看来我们是同流合物啊 奥努尔就刚刚刚那个房子里那个人吗 你啥时候起来啊 给我麻绳呗 我用个木筏 河里飘也飘去 也挺好玩的 你在这呢 我该怎么做麻绳啊 一些羹我有啊 又来要画沙滩 没问题 哎呀 这里也 这是我唯一知道附近的沙滩了 就画这吧 OK了 画给你 你挂在客厅里吗 真的吗 麻线 我做两个麻线 对吧 一 二 这样我还插一个密封胶 这是什么鬼 而且这个木筏只能在潜水区行驶 你画挂上了吗 我看看 啊 真的 就是我画的 看到自己画作别人这么喜欢也是挺有成就的 我这个麻绳会了 那个密封胶你知道吧 你的木筏 我哪 你的木筏不在你屁股底下吗 哎 他不教我密封胶怎么做的 行吧 反正也算是有收获 咱们沿着这条路啊 一般进大城市的路都是那种石子路对吧 铺的整整细细的 哎 这家人家 哎 你好啊 有人吗 鸟儿飞来飞去 特别优美 这个是鸽子的声音 那你是啥意思呢 纳瓦城怎么做你知道吧 买你的罐 哦 这还是个做小生意的 日志里出来一个什么 他对一只咕咕叫的鸟感兴趣 哦 我可能找到这个鸟给他会有什么奖励之类的 啊不 我先不要分心 我要先去大城 哇靠 这棵树 这棵树是游戏一开始主角的妈妈跟他说的 那棵树 这大鹰灵 哇 我这个灵感 喷勃而出 你看 天哪 这是一棵能让我喷勃的树 上面还有房子呢 这房子是怎么上去的呀 啊 都爬这个绳子的吗 哎 这是咕咕叫的鸟吗 我把他画下来献给他 刚刚那个人不是有一个 对吧 我等他展翅的那一刹那 好 这阳光照的啥都看不见 这像摄像师一样 你还找个好的阳光照的角度 哎 鸟不见了 哎呀 我还想重画一张呢 没想到参观一棵树 还能这么巧能遇到这只咕咕叫的鸟啊 不然他根本就没提示这只鸟在哪啊 仔细去找的话 还不知道去哪找 这个树也要画一张 对吧 这个是母亲让我画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得找够这个木板做做画板 而且我得先把这个咕咕鸟这个叫的这个任务去交掉他啊 哎 你还在不 来来来 对 我画了 当然能啊 给你 他还在叫 30块钱哦 他不知道画多少钱 他就给我30 你看就是我刚刚之前说的吧 一些话在一些人眼里可能不值钱 但在有些人眼里很珍贵 他直接就给了我30 一个冤大头 哎这是什么 蘑菇啊 我第一次遇见这个蘑菇啊 这里面素材还挺多的啊 可能会学到各种各样的配方可以造东西 好了 他们不要再分心了啊 直接去大城市里看看 好大的桥啊 这个桥不会要过桥飞吧啊 这里还有一条路 哎呦这里有个隐蔽的小屋 不分心了 不分心了 看大城市 哎你谁啊 不分心 这还说一下 搭个便车 去林都镇 不了 啊 林都镇是牛车 你这是三轮车 人厉的还是 哎 你是谁啊 进城许可 啊 我靠 三封东方之音居民的引荐性啊 还要签名盖章啊 我要去结交一些朋友 我靠大城市就在眼前了 我还进不去 但是之前我确实还是交了一些朋友的对吧 帮他画鸟的那个人 奥努瓦尔 还有那个勃然 应该都算我朋友吧 这里还一条路是去哪的 啊 他来了 什么来了 你在说啥啊 远足老人 什么东西啊 死亡 这废话嘛 人人都会死啊 他们是是回城的吗 这有个什么地方啊 我我稍微看一眼 我不分心啊 模糊剪一剪呢 哎 这里有个房子哎 还下雨了 你的话 我先坐车回林都镇 我去 打雷了 回回去林都镇 啊 不要钱是吧 太好了 下雨天有可能有些地方景色也挺好 可以画画 那这些我现在先顾不得了 啊 哎呀 先进旅馆 哎呀 身上都湿透了 现在才中午12点啊 因为日食的关系 所以天是暗的 然后还下雨了 画画的时候要抓住这种天气啊 但是我就是耸 我不管 我睡到第二天早上 雨天老板 你能不能为我写一封推荐信 那我成精神许可 Yes 三个朋友啊 三个朋友 已经一个了 哎 那个小孩子应该也很喜欢我 对吧 你可以为我写推荐信吗 小孩子不行啊 可能要成年才行 那奥努尔算不算朋友呢 他把我的话挂在他听里了 勃然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太好了 勃然肯定是朋友 对不 精神许可 奥努尔能帮上忙 你为什么你不能写 看上去他像像像像是个没有身份证的人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不能写 他说话都是 所以说在进城之前 还是得做做这些小任务的 并不是分心 哎呀 要进个城不容易啊 现在终于可以了 好期待 哎 推荐信给你 谢谢 哇 哎 这个角度画幅画也可以啊 对不对 哎呦 门口还有雕像呢 哦 远处还有冰川 进城了 进城了 进那瓦城了 哇 那瓦城让我的灵感喷勃而出 我可以画六幅画了现在 可惜没画板 哎 这谁啊 面包店 哦 这就是那个让我恶作剂那个人吗 哦 不是啊 莉兰妮是谁啊 怎么啦 你闺蜜啊 这 两只母熊的爱情故事 我知道了 让我画金色的云彩 是这样吗 就是 日落的时候画云呗 就是这意思呗 不 接着说吧 你告诉我 是喜欢吃面包 他喜欢吃熊掌怎么办 他最喜欢的地方 他自己不敢去问 莉兰妮 应该是他找到他最喜欢的地方 然后我画不画 然后让他送给她是吧 可以啊 成人美食总是非常好的嘛 对吧 香料店工作啊 好的好的 我首先第一步要知道这旅店在哪 这是啥地方 这是卖茶壶啊 我看看 哦 是旅店 叫什么 锈茶壶旅店 你说话怎么一样怪气的 我如果要住店了多少钱 神他妈我确定 一个旅店老板人家住店 还问他你确定吗 我确定多少钱 左边低 我靠 一般的交易不都是应该先勾住我多少钱的吗 是这间 今天不住就就不搁算了呀 他还送个蜡烛 还有本书 狄墨牙 哎 这也是游戏开始主角的母亲跟他说的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地方 竟然骗我钱 啊 这楼上是啥 我要住VIP报件 哎呦 楼上是吃饭的地方 哎 挺美的 好多人在这吃饭哈 然后旅店老板是前台 哈哈哈哈 这上面呢 啊 这上面是一个包厢室 这什么玩意儿 拉 这啥 我可以玩这个吗 我拉出来 这怎么玩的呀 我从来没有玩过 去这个城市其他地方看看啊 有些什么商店啊 对吧 购物啊 把我的小木筏做出来 他们吃的真的真的是不好 可能因为这里都动物 所以这里没人吃肉 我先不跟他们说话 说话又要接任务 以后再说 哎 这是面包房吗 真的难看 这像个大萝卜一样 哎 这啥自行车 可以买自行车吗 多少钱 80块钱 这自行车是长相好奇怪哦 一个大一个小 哎 只能坐一个人 之前那个想要找拉拉的那个香料店在哪啊 是这儿吗 好吧 那今天这个东方自行先玩到这儿啊 这游戏的内容好庞大 哎 这里有卖画的呀 哎 我能把我的画直接卖这里吗 美术用品馆 你们可以聘我啊 我可以在这挣点钱对不对 需求在增长 哎 哎也许我能帮上忙 你有作品棋给我们看看吗 呃 行啊 给他看看不是给他吧 对吧 哇 给他看看我画的画 公共塔楼中间最大的要看三幅画 哦 我要画三幅画去给这里的负责人看对吧 属于那种应聘 那今天我们东方自行先玩到这儿 啊 这里这个游戏世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画画的游戏啊 游戏世界非常的庞大 啊 这城市的这我还现在还没逛完呢 各种各样人之间的故事啊 任务啊 啊 包括野外有很多小房子很多地点 还有风景名胜爬悬崖什么 非常自由非常丰富的一个游戏啊 那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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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